俗话说一百遮三丑,但是脸色部分苍白,特别是来大姨妈期间,那就有可能是得了病。 脸色苍白的江阿姨和王女士,就不幸得了复合疾病。 来大姨妈,流血流到要输血,近日,江阿姨进行了子宫刺切术,加双侧书碗管切术术,加盆腔斩联斩结术,手术顺利,术后恢复良好。 医生提醒,子宫腺疾病毒发生于生育年龄的经产妇,产核病内一症和子宫肌瘤,当子宫内膜腺体肌间至,侵入到子宫基层时,称为子宫腺疾病。 主要症状是经量过多,经期延长,和逐渐加重的进行性痛经,疼痛未于下腹症中,长于经前一周开始,直至月经结束。 大一妈一来半个月,原来真是病,医生提醒,今年来,子宫内膜异胃症发病率有不断升高的趋势。 内膜异胃,顾名思义是子宫内膜,在正常部位以外的地方生长,最常见的部位是卵巢。 此外,还有腹膜,宫顶韧带,宫颈,脱宫产班痕等,于灵性是疑胃症的高发年龄,其中76%集中在25,45岁,生育少,生育懒的妇女发病明显高于生育多,生育倒者。 子宫内膜异胃症患者常常被严重痛经,慢性腹痛,预定异常,不运的症状困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